范德恩·布林克在接受采访时称 随着原材料价格、能源成本和运费的不断飙升 公司正在经历十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 将大幅提高喜利啤酒售价 他同时表示 由于消费者同样面临生活成本增长 这一决定可能会削弱家庭对啤酒的购买力 进一步威胁到整个啤酒行业 从疫情中的复苏进度 尽管喜利继续将2023年的营业利润率目标定为17% 但公司对疫情后的反弹持谨慎态度 喜利警告称 欧洲酒吧和餐馆业务的全面复苏 可能需要比亚太地区花更长的时间 今年的原材料、能源和运输成本将上升15%左右 由于通胀的不确定性增加 将在晚些时候调整今年的业绩预测 本月早些时候 喜利的竞争对手加世博 为啤酒行业定下了悲观基调 称2022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因为疫情和更高的成本 给啤酒商带来了压力 并指出今年的业绩可能不会增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